你吃过甲鱼吗 甲鱼他们家可不是哪个都能吃的 人家远房亲戚里还有一种水中打成猫 一起保护动物 鱼丸 古人说鱼丸就是特别大的鱼 它看起来和鱼很像 但比鱼更大 这家伙的祖先可能比苦龙还要古老 寿命还特别长 那怎么就混成现在的保护动物了呢 哎 我活成现在这个样 主要就是两个原因 命苦价好吃 咋命苦 据说明朝初年 南京周边的江堤经常被杨子厄打动破坏 杨子厄在当地叫猪婆龙 朱元章问 是什么动物破坏堤坝呀 回皇上 是猪 哎呀 等一下 猪婆龙姓朱 皇帝也姓朱 我要这么说皇上要生气了 啊 沉研究了 是水里的鱼丸搞的鬼 都怪他们落拿洞破坏了堤坝 不是我呀 我不打洞 都是猪婆龙打洞啊 哎呀 什么 朕刚刚灭了鱼丸 就又出来另一个鱼丸捣乱 给朕把鱼丸灭光光 于是江里的鱼丸就这么莫名其妙的 统统被干掉了 命苦的同时 这货还好吃 古人很早就对鱼垂前三尺了 就这么吃了上千年 数量众多的鱼 终于成了今天的水中大熊猫 到2020年前后 全国野生鱼的数量只剩下了13只 保护鱼真的刻骨容缓了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的话了